一首歌到处里情一一 上人心脚高于段落 上午准备返回花莲 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 上人也很有感触 零星前的话题全围绕在 今年十月的 无量义法水送演艺上 大家呕心立脚的表现 上人全都看到了感受到了 而志工能够供奉其胜 这是一辈子珍贵的回忆 入京葬以后 为什么要起起高兴 因为在入京葬的时候 我都不敢咕咕 所以我就坐在这里的时候 我都这样 他们说你起真好高兴 我说因为入京葬 真的 大家借力分享 把气氛烘托得非常热络 过程中还有小插曲 担当演艺教学种子的青年志工 把惊喜小礼物献给上人 种子还非常贴心 直接用国材人去画出 原来给上人的这几本 都是这次演艺教学的武功秘籍 里面有详尽的烂人包 不但画好重点 还有受惠可爱的火柴人 让初学者一目了然 这是三年来挑灯夜战的 教学结晶 诚意十足 其实是三年 因为我们从高雄台中 然后一路到台北 其实这个是三年的整个精髓 那真的是花这四个月 我们把它变成是 这一次台北厂的整一个武功秘籍 所以不断的一直更新 不断的一直更新更改这样 我刚拿来看到那个走线图 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走线图 这样的重叠重叠 会不会撞在一起 我们刚刚看到了 并没有撞到 而且123 那个队形就已经变了 我真的是很赞叹 挥挥手带着众人的祝福 开心复归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有志工的温馨送行 美好的回忆不是句号 而是逗号 大新闻 王以谦于国为台北报导